寻寻蜜蜜,冷冷清清,七七惨惨七七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李清照的《生生漫》《寻寻蜜蜜》 我的解读跟别处不太一样,看过之后您会有新的感触 寻寻蜜蜜,冷冷清清,七七惨惨七七 这七组叠词的运用向来为人称道 它不只是齐笔,而且有音乐美 大家知道,颂词是要唱出来的 李清照在音律上造诣很深 这些叠词唱起来有一种大猪小猪落玉盘的感觉 大家背的都是晚来风集 怎么到我这儿就成小来风集了呢 这个字向来有争议 有学者写了很长的论文来论证这个字应该是小 其中引用了梁启超的一段话 这首词写从早到晚一天的实感 那种穷毒七黄的景况,非本人不能领略 所以一字一类,都是咬着牙根咽下 从早到晚,也就意味着这首词是从上片的小来到下片的黄昏 而且只有当小来风集的时候 我们才能发觉出李清照深藏在这句话中的情思 他引用的是《诗经中风》中的《中风且报》这句 尔牙里说,日出而风曰报 毛传里说,报,即夜 翻译成白话是说,日出时如果刮风了,叫即,小来风即 那么李清照为什么要引用《中风》这首诗呢? 因为当时公认这首诗的作者是庄江 庄江是魏庄公的夫人 美丽,有才华,没有子嗣 被魏庄公疏远,活得很孤独 李清照的处境跟他很像 但他不是被赵明成疏远 很可能是被他的公公赵挺之疏远 因为赵挺之跟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飞 在政治上是两个阵营的 而且,李清照本人在主战还是主和的问题上 跟赵宋王朝的想法也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可以想象,赵家人除了赵明成之外 可能不太喜欢李清照 所以赵明成不在的时候,李清照很孤独 焰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南北朝时期的吴军有几句诗 一焰海上来,一焰高堂熙 一朝相逢玉,依然旧相识 李清照可能是化用了这几句 意思是,正伤心时,有燕群飞过 原来这是替我送过信的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笋 如今有谁堪斋 院子里的菊花堆了满地,憔悴不堪 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可摘的了 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我一个人,怎么能熬得到天黑呢 梧桐更尖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化用了白居易的秋雨梧桐夜落时 好不容易等到了黄昏 却又下起雨来 熙熙丽丽的打在梧桐叶子上 无边思雨细如愁,让人更心烦了 这次地怎一个愁字了得 爱人不在身边,家里没有能说话的人 很孤独 黄昏时分,外面又下着熙熙丽丽的小雨 此轻此情,哪是一个愁字概括得了的 这就是李清照的生生漫 表面上清心易懂,实际上蕴含着内心的悲苦与孤独 而即便是写愁,她的作品也不带脂粉气 流淌的是洒脱俊爽之气 她是一个充满豪情的女人 我讲过她少女时期写的《无锡中兴送诗》和张文前两首 里面辛辣地总结了唐代安史之乱的教训 告诫宋朝统治者要记住前车之鉴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视频底部的合集来观看 下一期咱们讲新气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听古文,搜七月白泽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您长按点赞键三秒钟 给我一个强烈推荐吧